譬如我拿納税为例 其实納税这段时间一直跌下来 其实最少我们正常来说都要回到15000点附近 才叫做比较明确的回稳 之前只不过是由最差跌到13500点都没有 其实贴近13000点的 如果说納税期货 其实虽然现在带上来也有差不多1000点留上了 好像水位上回稳很多 大家觉得好像定了很多 但是距离真的我们叫做脱险的价位都还有差不多 可能500点以上to go 都没有这么快的 所以尤其是现在会更加尴尬的 因为之前是极恐慌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敢去捞小底 现在就应该有些获利的 但是如果在现在这个时间做呢 就可能要想一些中线部署才可以了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 我自己的看法 我都觉得是保持手仓 不要太冒进 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算真的要买美国 都可能是买两个方向的东西 是一些本土成份比较高一点的 就是跟外贸或者其他情况会比较低一点的 相关度低一点的行业会好一点的 那另外就是如果资源类 那都一会儿都还有些介绍的 那可以说一下 可以说一下吧 好 稍后 好 好 好 那么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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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